原标题,美国激光反导极加实战部署 美国激光反导极加实战部署 邵逊峰首先是关于美国升级宙斯盾,现在机械9系统到机械时,以及将兼容机光号的消息 1月17日,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其为宙斯盾,作战系统提供的最新升级防安机械时 将不仅兼预用在新建造的伯克三型驱逐舰上,也将可以通过向下兼容方式,为较老型号的舰艇提供升级 据称,机械时系统将会考虑兼容更多的舰艇武器系统,例如希雷尔斯激光炮 它将可以把这种武器融入舰艇防空作战总体进行考虑,要最合适的时候,使用这种武器 美国海军正在测试的洛克希德公司希雷尔斯激光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海军舰艇团 对组长吉姆谢里登说,洛克希德目前正在进行让宙斯顿系统,和希雷尔斯激光武器系统配对 希雷尔斯激光炮将会给指挥官邑中心的工具,这样在对付诸如无人机这类目标的时候,就不必浪费导弹了 更多的武器,为了将逐步接入洛马公司计划,让希雷尔斯在今年内通过评估并开始生产 而洛马公司的官员说,他们希望新的武器系统,能够有机融入舰艇的作战系统,而非仅仅是将它搬到船上 这机光炮给了舰长一个无限干药,谢里登说,舰上装了希雷尔斯激,光炮以后,就再也不会进入温彻斯特时间了 一折住,19世纪的温彻斯特连发枪,射速很快,但装型很慢,被美国海军用来形容防空系统装填弹药的时段 需要补充的,是海基宙斯顿管控多种反导与进攻武器,比如标准三导弹最新版标准3B-L-OCK-2A射程1200公里,射高500公里,内大气层高度200公里 所以可在大气层外以20倍以上音速的速度超高音速拦截,比如标准6导弹,比如极王密集真系统 现在又将接国际光炮?这样,宙斯顿基本无懈可击了 通过美国方面的消息,机械10系统枪和激光武器,应该会差不多一起,应用核实战部署 去年以来,俄罗斯先后曝光了一丝坎德尔中程导弹,以及先锋超高音速导弹,被火箭推到大气层外以及20倍音速飞行 然后再入大气层,以10几倍音速飞向目标 然后,美国开始曝光更多的反导方式和超高音速导弹 比如在大气层内,已完全超前的9倍音速飞行的滑翔破坏者 防御系统目前大气层内导弹的飞行急速,是5比7倍多音速 美国还在试验同样达到9倍音速的黑鸟2SR72,侦察机速度是上世纪90年代,平产的黑鸟的3倍左右 采用联合循环发动机技术,还有发动机与机体的新材料技术,以及新启动外形 再比如推出AGM-183A高级快速反应5 系一种如同俄罗斯先锋一样,由火箭推出大气层,以20倍以上音速飞行 然后再入大气层,以10几倍音速飞行攻击舰或拦截目标的巡航导弹 预计到2022年,美国将至少有4种不同的超高音速武器进入实际测试阶段 还比如,美国近几天密集试验6倍以上音速飞行的电磁轨道炮,反倒或攻击目标 再比如,就是无限制弹药的激光阀导 美国之前多次试验用激光武器摧毁炮弹和小船的目标 美国的福特级航母,之前的消息是,加大的激光炮和电磁炮 现在第一艘福特级航母福特号已经服役 第二艘第三艘马上造出来下水和服役 按照进度,电磁炮和激光武器,也即将成功和搭载了 总之,到高一时磨高一仗 美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综合底子 包括人才、技术、管理、竞争等和经济实力 都要远超俄罗斯 如果竞赛,俄罗斯根本不是对手 现在美俄中岛协议,在日内啊,已经弹崩 如果俄罗斯不接受美国在一月底前,销毁伊斯坎德尔导弹的要求 那美国就要退出中岛协议,与俄罗斯全面展开军备竞赛 不仅如此,被约英法义,以及日本印度巴西德,会冒足清王武器 俄罗斯完全无法对抗 可悲的是,地球又现,民众无辜,何能承受之轻? 具体,且走且看吧 一月底,还有十来天,应该会要眉目了 作者公众号,SHXF95 作者公众号,SHXF95